大家好 繼續收看我們的直播環節有問必答 家庭觀眾有任何問題可以打給我們 又或者發電郵 身邊的嘉賓是Harry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阮智希 你好 Harry 你好 好 談談汽車褲好嗎 好的 1211比亞迪 今日股價向好 升5%左右 升1.7% 最新報36元 比亞迪方面 看股價圖 早前調整了很多 但到7月8日大電視當日之後 算是做好一點 不過這陣子的勢頭都比較悶 環境的格局 終於今天來講 有一些突破 但A戶方面沒有太大驚喜 暫時靠往59.9毫半人民幣 我們先看看有甚麼消息 發改委重新發重大工程包 就說聚焦新能源汽車等六個產業 當中一定是聯想起的 如果新能源方面 比亞迪便是最受惠的股份 電動車等 這個消息來說 它比較不是很直接的 沒有甚麼說很具體 很框架性 沒錯 我都在看有甚麼可以受惠 有沒有一些最直接的 金額 或者扶持的程度 全部都沒有東西看 去到哪裏 但又沒有的 它又有些虛無飄渺 不單是說一些新能源汽車受惠 又說工業的機械人 工程裝備 現代農業機械等等 高端醫療機械等六個領域 都是列入這個產業當中 扶持產業當中 不如我們先跟進一下比亞迪 今天升上半城了 有甚麼特別的通告 你講的是工程包 我們是這樣叫的 有很多範疇 主要是圍繞那四個字 中國製造 中國品牌就是一個主要的頑固的焦點 大家如果說是兩三個月前 在內地中央的層面上來講 經常都鼓勵大家看的 就是一個工業4.0 和中國製造2025 這些所謂的標題式的 一個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如果你說對於新能源汽車 當然國家特別是發改委 或者是國務院那方面 是最重點扶持的一個環節 但我不敢定斷 是否這個工程包 再有消息去推 即是說的時候 就刺激到今天比亞迪的股價的表現 反之其實我覺得 今天的汽車股做好一點 一氣過帶了比亞迪上去 我覺得可能一個比較虛一點的消息 是那個刺激性來講 可能會更加高一點的 但是對於比亞迪來講 很多觀眾也都有一個疑問 究竟怎樣看呢 這個股價 股份來說 其實是否可以重拾以往的升勢 先前就跌了下來 試過下去24.85 回上來大概34元 就橫行了一陣 如果你計算那個股價圖上 今天那個突破就沒有打穿 那個橫行區間 如果你說40元 才確定了整個突破向上 但是比亞迪股份來說 我覺得最近大家都留意 另外一個發改位的消息 可能更加重要 如果你說比亞迪我們是說充電車 現在充電車 我們在路上有這麼多電動車 問題是內地在周邊設施上 很不配合 即是說是一些充電裝置 最近發改位 在內地特別是大城市 大力發展充電裝柱的設備 投放上面是多了一些 現在我就一直觀察 究竟地方政府是否配合 如果你說用指導意見的角度來說 國策是很配合的 但是對於比亞迪實際的燒程 又或者是究竟多不多人用比亞迪的一些汽車 大家就會看看究竟不只是家 當你去到某些地方的時候 你也有些充電裝置在那裏 那個落實情況是怎樣的 這件事對於比亞迪 如果你講的一個比較中長線的前景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 你剛剛講到工程包方面 再看多一點資料 他說自從去年的11月以來 發覺一陸陸陸續續已經批了 成11個重大工程包 當中就說有七大類重大工程包 其實開工的項目超過200項 說就不知道是不是 累計完成的投資金額 3.3萬億人民幣 這個就有待去證實 不過我覺得看多一點 就是一些通告內容 還有他們發覺一位說的意願 或者當中的細節 落落去去都是那個資金來源 他們都叫積極去引導各類的金融機構 加大給多些信貸支持他們 又說鼓勵一些企業 要發行股票、公司債、中期票據 短期票據等等 去吸引多些資金 還有最重要現在經常說的 就是吸引多些社會資金 希望整個產業 上下游資源可以好好利用 還有說產能過程這個問題 都可以幫到手等等 其實這些政策 好像刺層相識 都是這樣 或者我們稍後再說多一點 挺有趣的 因為現在想聽電話 轉一下話題先 這位家庭工作 不知道是否在電話旁邊 李小姐 請問李小姐是否在電話旁邊 是 未有封印的 喂喂 沒有聲音 是否真的沒有 未有封印的 OK 好 好 不要緊的 好 我們繼續說回我們的題目 好 剛剛不是說那個還大工成包的 是 是的 其實好像跟你做每一支一股 講來講去的政策 好像都只有一個講 不是有四項 不是有四欄的 你是否教我們那個表 那個是央企改革來的 央企改革 國企重組等等 其中一項是引入社會的資金 是的 這個重大的工程包 一些新興產業 或者新能源的產業 是否都是被納入你那個 四大範疇之一呢 如果利用一個 國企的角度 他們叫混合所有制 就是混改 這件事 如果你擺在一些 所謂的工程包裏面的看法 我自己覺得 現在一個重大工程包 有幾種東西 包括交通裝備 高端的船舖 和海洋工程設備 還有一些 就是內地 特別在深圳那邊 很熱炒的工業機器人 另外就有一些 我們剛剛所講的 一些新能源汽車 和現代農業機械 和高端的醫療器械 這些措施上來講 如果你擺在一個央企的改革上來講 就是兩個概念來的 因為現階段 就是央企改革 現階段有幾個市點 有六大間的企業 對於當中 究竟是不是有一部分 會種這些工程包 當然不會有 你說的 本身水泥股 就是中國建材 是其中一個央企改革的 如果你說做這些高端的設備 它都會用水泥的 但是如果你說用投資股市來講 要擺在兩邊 是比較難一點的 所以我覺得 就預期這樣講 這個高端工程包 其實對於法改委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說 單憑這個消息要刺激到 就是大家所最重要的 一個股價表現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要有一些 真正的數字走出來 你剛才說那些 賣萬億聲的一些 已經做了的措施 其實大家也可能在裡面已經知道 對於接下來 本身這方面的發展範疇 每一方面 譬如說交通裝備 我們見到今天都開始 有一些 譬如說我們 早上都有分析過的 成都可能會起地鐵 開始都在做的了 我覺得個別的層面 去看每一堂 每一個板塊的表現 會比較實際些 所以中國製造 或者中國標準 這件事來說 我覺得 口號式 你接下來這兩三個月 其實會經常都聽到 特別是在五中全會 因為講十三五規劃 一定是講這些口號的 但實際的股價表現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刺激呢 我自己還在觀察 寧願看這些政策 就好像大包圍一樣 寧願個別的板塊 就重點去扶持 有實際的 那個 完成的期 或者是金額 實際些 或者支持是多少 接下來會做什麼 近這兩個星期 你就會經常都聽到 一些框架協議 國企改革的框架 究竟如何搞 很多這樣的層面 這些通常 在十三五規劃之前 五中全會 都經常會聽到的事情 但怎樣都好 這個就比較框架 像我們所說 鐵路股 今天有些消息出來 剛剛你也提到 118六在成都方面 中了一些工程項目 170億人民幣 還有沒有其他板塊 都可以留意 好像都沒有什麼 講到其他板塊 現在我們剛剛講到 汽車股 但汽車股普遍來說 又不是受到太多的刺激 沒錯 像是跌得太厲害 有個反彈區多 沒錯 如果你進一步去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水泥股 從一個基建的角度 或者是鋼鐵股去看 譬如說看914來說 那個升值幾零例 亦都突破了短期的環行區間 我覺得如果你說 你不是太貪心 那你試一試 26.5去買下去 你薄一薄28元 我覺得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用基建的角度 又或者是下半年的前景上來講 我覺得資源類別股份 在這麼低殘的股值上來講 鋼材、鋼鐵股 今天來講股價都有追捧 好像323維麗 馬鞍山鋼鐵 升3.3% 1.83% 另外3.47 鋼鋼 也升半成 表現非常強勁 去到4.1%的位置 暫時升1.9% 不可以留意 麻煩Harry 先在工程包方面 解說這個政策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會有打控報告的環節 家庭觀眾不要走開